进阶新制图的运用 它其实它的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在结合后色认知 那新制图可以结合各项各种理论 各种各种的理论各种的方法 甚至是你自己想到的一些东西 它都可以结合 那结合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精华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 课纲的愿景 那个什么三面九项等等 那如果说 如果说那么多个愿景里面 你只能选一项的话 那其实最后就会剩下的是哪一项呢 就会剩下的就是 快速学习应用的方法 自主学习跟后色认知这个东西 那所以对一个小朋友 包括大人 如果要永远的能够终身成长的话 其实最重要就是后色认知 跟自学的动机跟能力 那所以如果 这里面的关键能力 其实就是那个后色认知 就是悉心大法 我把它当作是一个 我把后色认知当作是一个 悉心大法 它可以吸收任何的 重要的这个学习的观点 然后那为己用 变成自己的内力 好 那所以 其实重点就是这一个而已 今天所讲的重点 就是这一个而已 那等一下我们做的练习 都会是在培养你什么 怎么用那个后色认知 那我先讲一个 我 我第一 我是在95年的时候 学到这个后色认知 那时候是在上研究所 好 虽然我现在还没毕业 已经快要20年了 好 因为没写论文 我不会复制贴上 好 那所以 那时候刚学到的时候 不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后来那个 经过萧召军老师 不断的调教 大概稍微对后色认知 有一点基础的了解 但是后来也没有 没有在意这件事 那一直到后来我女儿去 我女儿是那个美术班 然后他们 他没有 除了英文之外 小时候除了英文之外 没有补其他的补习 那所以就是在那个 美术班画图而已 然后我们就每天会去接他回来 接他回来的时候 就会看一下他作品 那有一天那个 美术班的老师就 跟我们就是跟我们分享了 说你女儿一直以来都是我们 美术班画图里面 数一数二那个画图很厉害的 那他们素描就学很久 所以那美术班的那个最基础的部分 其实就是素描 素描没有学个这个一年半载的 是就没有办法培养那个观察力 还有一些基础素揚的部分 那有一天那个老师就跟我说 你女儿那个好像最近有点瓶颈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停在那边 那个就是层次拉不上去 所以他好像学起来 也是开始有一点异性难散这样 然后后来 后来我们也就是观察到这个现象 就是他本来一直都是兴趣非常高昂 那后来 后来就是 后来因为他卡 就是卡关了 那当然做爸爸的就要想办法 那刚好到那时候我们道湘国小 就是常常在办那个花莲县的绘画竞赛 那我就去问那个 我们那个评审组的主办的老师 记忆老师 我就问那个评审的负责的老师 那那个记忆老师就跟我说 他也在观察 因为他自己对美术也一点点研究 然后他自己有观察那个评审在评分的方式 那评分的方式呢 他就是评审在评那个美术作品的时候 他通常会先看那个什么构图 色彩 布局 他们会有一些关键 关键 所以我就 我不是很懂美术的东西 但是至少我听到这几个关键字 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说 跟她聊天 说 你在画图的时候 你要先知道说 评审的观点 他们都看一件作品 都是在看什么地方 所以你要往那个地方去努力 所以 比如说刚刚讲的构图 你的色彩 你的布局等等 这些东西 所以你在自己在画图的时候 你一边画 你刚刚那个构图色彩这些东西 这个关键点就要摆在你的脑海里面 然后摆在你的脑海里面之后 当你自己在画图的时候 你就一边画 画个五分钟十分钟 你就要稍微停下来 就要想一下 我这个图的色彩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对不对 我的这个布局 我的那个构图 是不是跟我想的 想法是一样的 有没有符合我现在想要表达的事情 所以每画个十分钟 半个小时就要停下来 想一下 有没有中这些点 所以这样子 经过这一次的 这样子的跟他聊天之后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 那个我们再去 就是上课 美术科 那个什么 美术班 就去美术班那边在接小孩的时候 那个 那个 美术老师就跟我说 你们 女儿突然开窍了 突然开窍了 就突然就进步了 所以就跨过那 很顺利的跨过那个门槛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对后色认知 这件事情 好 我非常的有感觉 好 那所以自从那一次之后呢 我就特别的去 再去深入的了解了一下 那个后色认知 那 所以 后来我就发现 好像 真的这个后色认知是一个很厉害的功夫 那所以我就在我的那个 那个电脑课里面 我就把少许这样的东西 好 就给放进来 比如说我们电脑课都要 那个玩那个 Arduino 然后教儿童程式 那学生最困扰的就是 在接那个电线的时候 接模组跟 跟Arduino本身 连接的时候 那个模组的接线 常会接错 那所以 其实我就是 因为我教那个东西很多年了 所以我就大概 想了一下 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意识到 我要 我要教那个 后色认知 所以我就把一些共通的关键 那个接线的一些共通的关键 把它 体列出来 比如说那个 电子 学电子的人 怎么看电线的颜色 这一件事 所以跟他说 那个黑线就是接地 红色就是通电 那模组都要有电嘛 所以那个V跟G 正电跟负电 这个就是必备的条件 所以这两条线 先接上去之后 剩下那条线就是讯号线 所以把这些共通的理论 把它整理出来之后 共通的东西交给学生之后 然后 我要跟他讲说 以后你自己再接线 你就要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 放在心里面 然后我也发展了一个 一个那个策略 就是叫他们拿到新的模组 就先去了解 然后再测试 然后先观察再使用 所以我把这四个步骤 每次上课叫他们念一遍口诀 念完之后呢 以后他拿到新的模组 当然我有先教他一遍 那个整个历程 然后之后他拿到新的模组 他每次之前 就是还没教这个之前 他们都会跑来问我 老师这个怎么用 这怎么用 那你每次都要重新教一次 对不对 好 那教完那个之后 我就开始训练他们 我就不讲答案 我就说 我上次不是讲了四个口诀 对不对 所以你先去了解 所以他就用那个 就自己上网去搜寻 或是上次我们有讲过相关类似的 然后或者是去那个百度以图搜图 对不对 他就会找到那个模组叫做什么 然后就去稍微看一下内容 然后第二步他就是 先了解再测试吧 所以他就把它接上去 那接上去的时候 他就是按照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原则 模组一定要有电 所以V跟G他就先接了 他接了之后另外一条就讯号线 所以就很好 就就比较没有很多的错误出现 然后接下来就是 他会观察那个 那个输入感测器输入的指 是怎么跳动的 然后他就知道这个 这个模组的能力范围在哪里 然后他就开始去写他的程式 所以当我这样子开始教了之后 发现他们就是变得 蛮自动化 就是他们的学习开始会有一些 自动化的部分 然后自己会慢慢的自己成长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而且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在 这个研究所才教 那明明它是一个有层次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透过一些初级 初级就是刚开始的小朋友 你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去提醒他 让他那个在脑袋里面 有那个后设认知的 的关键点在那边一直监视着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教的方法 那这个也可以教自制力 就是自主成长的那个自制能力的部分 好 那所以我其实就 就慢慢的 慢慢的开始把这个后设认知当作一个很大的重点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新制度的内容 其实就是用后设认知 这个结合新制度的方式 然后去可以把各项的教学理论给结合进去 让你在用这个新制度的时候 可以顺便训练他们的后设认知 训练他们的成长 那当然包括老师训练自己的成长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好 那所以如果等一下我就 就没办法讲课了 就就各位就知道后设认知这个很重要 好开玩笑 好 我重点是 好用的策略其实不分领域 就是说新制度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工具 然后后设认知是新课纲的最终极的目标 我们教会18岁的孩子 在毕业前要会这一个东西 就可以达到 其实就可以完美达到课纲的目标 但这个东西有时候连老师都不会 所以所以其实老师还是要学一下 因为这个才是最终极的 终极自学的一个好的策略 那好的工具不要复杂 所以你在学任何学习的工具 包括新制度 你不要管 不要管那个外面商用新制度 教你的那一堆限制 他会跟你讲一堆限制 你完全就不要理他 你只要知道基本的使用方法 然后你 就想怎么用 你就怎么用 想怎么用 你就怎么用 随便你 只要你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 把它拿出来用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那这就是一个好工具 那所以基本上工具 就是不要太复杂 因为太复杂你就会 本来要解决的问题 反而陷入那个工具 要怎么用的问题里面 好 那所以好的功夫呢 也不再招式多寡 不用很多招式 一招就很强大 所以你把这个新制度的用法 练到通 练到会 然后把那个后色人之融入进去 其实就会 非常的厉害 好 那所以最重要的是 今天你要了解他的核心 那就会让你这个 即便是没有招式 即便是举手投足都很强大 好 那这边我先跳回 谢谢大家